黃毓民議員 中雪茵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回看這份文件 都是一些陳康濫調 要是流水帳 連連類似這些 來到這裏都是這樣的 有些什麽實質的東西 說一說 說一些數據 去年 譬如說發展電子商務 你們的局長 曾經在 在內地 今年首三個季度的電子商務 交易額達到 十一萬二千億元人民幣 其中網上零售 達到二萬六千億人民幣 這個規模是全世界第一 剛剛過去的雙十一 光棍一天之內 阿里巴巴 旗下各平台總交易額達到 九百一十二億元人民幣 亦都有新的紀錄 關我們差事 在這個紀錄裏面 跟我們有關 那香港有沒有這些相關統計 有沒有 給我們看看 比較一下 或者 他這麽厲害 我們會沾到什麽光 沾到什麽油水 一味正直正確 包括這次的文件 第21段也是 又在這裏一帶一路 大佬啊 煩不煩點 你在現有的基礎上面 有很多事情你都搞不定 包括 那個數據中心 一會兒就等到莫乃光講一下 十九公頃的土地在科技園 將軍路又十一所中心 又再預留三公頃的地 文件第七段有講的 本地的資訊科技公司是否因此受惠 你給我們這些數據 各不來這裏一邊講流水獎 你又不是理念的宣示 又不是政策的宣示 整份文件都在拆鞋 講大陸怎麽巴弊 那關我們什麽事呢 請問 你解釋給我聽才行 在文件的四字錄段說 加強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業議 粵港智慧城市 和跨境電子商務交流會 2016年電子商務生態大會 既第二屆香港結束網商大賽 全部都是一些活動來的 對不對 實質的貢獻在哪裏呢 請問 這些交流 美國的電子商務 它是建基於知識產業的強勢 和一些流行文化 是不是 就是軟件 書 很多出版品 這些全部可以這樣結合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大陸那些 是不是 它的發展 那個趨勢 是不是 當然有些地方 我們可能可以參考 或者有些地方可以合作 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 告訴我們 究竟現在 這個數碼經濟的最新進展 有關這幾方面 譬如電子商務 數據中心 是不是 我們最關心的 培育人才 就不是你經常在那裏說 老實說 現在我們很擔心香港的教育 你小學生 喂 被你的功課 不斷扼殺了 哪裏有創意 那裏說 所以有時候 我們寧願那些小學生 打遊戲好過 第一是快樂 第二可能啟發到一些東西 是吧 讓他們多點上網 是吧 好過你們現在 你搞什麼呢 而且還有一個薪酬問題 你那個什麼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第九至十一段 搞這些計劃都回天佛術 但是我的基礎這麼薄弱 是吧 我記得莫乃光說過 他說這個行業的薪酬是兩極的 部分優秀人才的薪酬是拋贏大使 但是那些本地技術員呢 即是在中小型公司擔任低薪的支援角色 是吧 那你政府有沒有面對這些問題 空口說白話 最厲害就是 我們最討厭看到這些文件 是沒有內容的 這些是沒有內容來的 你跟我說開多少次交流會 關我們什麼事呢 你回答一下吧 隨便一個吧 你時間很短 或者提供一下一些數據 我們分享一下 香港在電子商某 在過去2012年 是 數字是 2847億 那去到2014年 是增長到4千億 你給份文件來吧 好嗎 給多些資料我們吧 OK 剛才我講的那些 即是我們需要相關的數據 你給多些資料來就行了 是不是 就不要像這份文件這樣講 總監童可以再補充多些數據 會有問題 我們再補充一些 謝謝 然後鍾樹根議員 下一位莫乃公議員